夏天到了 天气越来越热 家里的蚊子蚂蚁 通通跑出来了啦 应该我要去买一些杀虫剂 来消除这些讨厌的害虫 不过 市面上的杀虫剂这么多种 到底要买哪种才有效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肖博士 环境用药这么多 要如何挑选安全的环境用药呢 安全环境用药有四要 一、要对证 要依产品包装所写的防治对象 来挑选产品 二、要合法 产品要有政府核准的许可证字号 三、要时效 要注意产品的有效期限 过期的产品效能会大打折扣 所以一定要注意产品的有效期限 四、要试标 必须要依照包装上面的标示来使用 最重要的是 环境用药只是辅助哦 如果能够少用或者是不用那更好 把环境打扫干净才是解决蚊虫的根本之道哦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具提供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